你说你为什么把聊天记录给删了呀 你要是没有什么的话 你删聊天记录干嘛呀 我就是怕你 怕你误会 误会我跟这个朋友有什么 所以我才把它删 我觉得我这简直就是一个 善意的谎言 我是怕你误解我才这样做的 我就问一句啊 不纠缠这个了 我就问一句 你失忆的时候为什么不找他聊 你知道他当时失忆吗 你对呀 什么呀 对呀 我知道啊 我咋知道呢 你知道他当时失忆 为什么你不陪他聊 我哪知道他就那天他 好吧 这事过 翻篇 还有什么呀 然后就是他就是能跟女生聊天 他就不让我跟男生聊天 别说是聊天了 就是大街上打个招呼都不行 他就已经这样了你知道吗 就是有一次我们大三的时候 我们班级要填个什么东西 然后我就给后边递一下笔 后边一个男生 人家就不小心碰到了我的手指头 他看见 看见之后人家就生气了 直接去冲上去 把那男生打了一顿 太过分了我就觉得 根本就没必要 我问问你 我作为你的男朋友 我坐在你的身边的 而且那个男生 你拿笔你就好好拿呗 那干什么呢 为什么先要从手上摸一下 然后再去拿这支笔呢 我看见了这个 当时我首先我这个火 一下蹭一下就上来了 我在我女朋友身边 你当着我的面 你开我女朋友的游 我觉得是个男的 在这个时候都得站出来 保护我自己的女朋友 人家那不是卡游 就是不小心碰到了手指头 他就那样 他就不是什么好人 平时生活也不是特别简点 要不然我也不可能 直接那么冲动 但是那也太吓人了 人家就是不故意的 就碰了一下 他又上去给人家打了 然后就这事之后 我就不敢跟这男生聊天了 说话我都不敢 就是以前异性朋友 我再也没联系过 你别说你那些异性朋友了 我觉得男人最了解男人 很多异性朋友 都是打着这个朋友的这个旗号 嘘寒温暖啊 然后无视现音琴啊 这种有吧 有 所以说我就担心呢 所以我想问 夜里三四点钟的时候 谁在那无视现殷勤的 给一个女生 聊天 不 当时这个不是我主动 不是别的男人就是 你就不是啊 这是男人吗 这个女生 这个女生 为什么到女身上 我是男人 OK 那你是在无视现殷勤是吧 我没有 你是打着这个谎子 那我们怎么区别 你这个行为 跟我这个行为 是两个行为呢 首先我们同位男人 首先主持人 我没有主动 别较劲了 反思反思吧 小伙子 来了 近了还 接着说 批评他了 接着说 他这么做 就让我感觉 他特别的不信任我 我又没干什么 我啥也没干 我跟人聊聊天 又怎么了 对啊 又怎么了 也别说信任不信任的问题 只要一提到说 信任这个词 我现在有件事情 我到现在 我这个心里还感觉 就是过不去这个坎儿 有的时候 还有坎儿呢 快说说坎儿 有的时候 我想到这 我都还会就是觉得 觉得难受 快说 因为当时有一年暑假 他在家要练车 练车的时候 就有一个男生要追他 他也跟我说了 有个男的要追他 后来开学了 我就在他微信的 那个联系人列表里 看到了他跟这个人 对话框 但是我出于我的信任 我也出于对他的尊重 我并没有点进去说 看一看他俩说 究竟聊了什么 然后过了第二天 我再看的那个对话列表 就没有了 那你说 我这个心里 能不犯嘀咕吗 你嘀咕什么呀 那昨天还有 第二天就没有了 删了呗 对啊 他怕你多心呗 行吗 行 那不跟你一样吗 你说他心里得多别扭啊 对 那你为什么删 我当时是不是告诉你了 就是说 有个男的要追我 我说 我直接把他给删了得了 你说不用 你说你留着他吧 我告诉你怎么回他 然后我就留着了 留着之后我也没理他 我就不想理这种人 然后我就没理他 然后那天开学了 开学之后 就是他就是给我发个消息 问我就是回不回学校 过得怎么样什么的 然后我当时没看见 我俩就是出去吃饭去了 然后晚上回去 我才看见那个对话框 然后我又不想理他 我就在那放着 没管他 但是我看着他 我也挺心烦的 我就直接给他删除了 你知道吗 就这么个回事 行为是一个行为 但是动机不一样 你的动机是你烦 对 他的动机是怕你生气 就是这反正 因为我虽说表面上看上去吧 可能大大咧咧的 但是其实我是一个 心思挺细腻的一个男生 而且我心思挺重的 有一点多愁善感这个性格 多愁善感 行 他就是心思太细了 太多愁善感 太胡思乱想了 比如 就是放暑假的时候 我俩不是各自回家吗 我们就打算视频聊天 视频聊天 然后我天天在家 我也不收拾不打扮 造得跟小猴似的 我就心思着 他给我开视频了吧 我就去化化妆 打扮得漂亮亮了 再跟他开视频 然后我就 我又给他挂了 过了十几分钟 我回来给他打过去 人家又不接了 就直接给我挂了 不是 那我跟你发视频 你就痛痛快快就接 就完事了 那为什么每次给你接视频 都得先挂掉之后再接呢 那我不是去打扮 要去见你吗 那咱俩都在一起 那么长时间了 在一起四年了 怎么样我都爱你 我不在乎这些 那你说那些情侣什么的 一般都是在 这怎么了 都是在那个放假的时候 我就想知道结果是什么 结果就是 他那次就是有 结果因为我心思重嘛 挂掉他给我 打回来的这个视频 还有一点是当时那天 我妈妈生了点病 然后我需要去做饭 然后就做饭 在这个过程中间 切菜的时候我就 因为有点心不在焉嘛 一直在想这个事 想这个事 切菜的时候 切着切着就切手了 然后当时那个刀 已经切进去手指的三分之一 我感觉那个刀 已经碰到骨头了 然后现在反正已经不敢 就再拿刀就会 就感觉这个手 就有一种隐隐的 那种痛的感觉 那个词 一直要被舍咬 十年怕警生 你的意思就是说 结婚以后我不做饭了 你做 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没别的了吧 有 还有啊 有 多着呢 你把那事往大里说点 这事都太小了你知道吗 就是这些小事 能看出来 它太大能处 也就是什么吧 你知道主任 就是他管我穿衣服 我就是那种 喜欢那种黑色那种衣服 就是暗色系的 他呢喜欢那种 粉粉嫩嫩的 然后他就不管我喜不喜欢 不管我愿不愿意 他就非得就是给我买 把我衣橱 全部都刷新了一遍 我觉得我作为男朋友 我有必要给我的女朋友 打扮得漂漂亮亮 有必要去给 也有责任给他买 我喜欢的一些衣服 是是是 对吧 挺好挺好 他买的那些什么衣服 就是那种小 就是粉色的小裙子 灰色的打底裤 就那种 我觉得穿不出去的那种衣服 您知道吗 我就不喜欢那样的 他不看我是不适合 穿那种衣服 他就非得给我买 我觉得其实主持人 他有一个毛病 就是这个问题 我也之前也跟他说过 这位女生 他挺不会打理自己 我觉得他都赶不上 我一个男生 前几天 我俩一起买了一双 情侣的这个马丁靴 没穿几天 他的那个皮鞋的那块皮 已经踢到好几块了 我不知道他穿这个鞋 干什么了 我得跟新的一样 就是说他真的是 不会打理自己的衣服 我就是说 想要去改变 让他有那种少女心 然后去 你跟他出去就穿 他买的衣服 自己出去穿 自己喜欢的衣服 不就完了吗 对 那天 我俩就是 一个是纪念日 然后我就写着着 穿他给我买的衣服 出去让他高兴高兴了 然后我就穿了 他给我买的那个 水泥灰的打底裤 还有一双水泥鞋 配了一个 他给我买的 那个粉红色的泥大衣 然后我刚要出门 然后我室友就说了一句 你这是刚从水泥上面 拔出来吧 行 我需要纠正一下 我需要纠正一下 首先那个衣服的颜色 那是浅粉色 然后还有 那个鞋和那个打底裤 是浅灰色 学校里头当时 很多小女生都那么穿 我觉得也挺好看的 为什么别人能穿 你就不能穿 再说了 你穿衣服是给我看 还是给你室友看啊 你觉得好看 你就给我买 就是他喜欢什么 他就非得让我去做什么 他不光管我穿衣服 他连我就是兴趣爱好 我平时要干什么 他都得管 有这么过分 我这就是比较内向 他喜欢唱歌跳舞 就是我俩认识 也就是因为 我们学校有晚会 他就是去跳舞嘛 然后我比较欣赏他的才艺 但是我欣赏他的才艺 不代表我就喜欢去跳舞 他非得拉着我去跳舞 您知道吗 我这个老胳膊老腿的 我也没有什么 不不不 姑娘今天是22是吧 22 但是我没有 不是62 没有 老胳膊老腿 行 我就是没有任何的 舞蹈基础 你知道吗 我也不喜欢 就是那种蹦蹦哒哒的 我就喜欢安静 坐那看他跳 但是他就不一样 他就非得去拉着我 跟他一起跳 我就觉得我也跳不好 他也非得拉着我跳 这件事情 其实我是怎么想的呢 我想着是 带着他一起去充实一下 课余生活 要不像他 每天就待在寝室 玩那个天天笑笑乐 当时打到700多关 你说他每天待在寝室 他也多无聊 我就想 利用咱们 利用这个课余时间 我带你去琴房 咱俩唱唱歌 然后看着视频上 那些好看的舞蹈 咱们一起抠一抠学一学 这多好啊 他就不这么想 带着去 然后另外一点 其实他挺笨的 我真的是不知道 怎么去形容他 他练一个人名记可能都要记挺长时间 有一次 大三有一次上课 当时我们那个老师 让我们记一个导演的名字 这个导演的名字 大家有都知道 叫诺兰克里斯托弗 然后当时就提问到他了 站起来坑子半天 说不出来 后来老师回去让他记 我也让他记 记了三天 第四天还是没记住 那不是我笨的问题吗 我就是 我对那些外国人名 真的不敢冒 而且就是我记了 老是搞混 你知道吗 就是那些导演啊 什么演员啊什么的 我老是搞混 你们俩到底学什么专业的 我广告是他穿搏 他强迫你的兴趣爱好 是吧 你爱萧萧乐 他爱跳舞 是吧 对 就是他不管我喜不喜欢 他非得拉着我一起去做 然后更过分 有一次他带着我去KTV唱歌 和他一帮朋友 然后就是他点了一首情歌对唱 他以前就说我唱歌不好听 我确实唱歌不好听 五音不全 然后我就形成是 别给他丢人了呗 我就可能就是竟然 想听着他唱就完事了 然后没想到他又生气了 甩手就走了 把我自己一人留那儿了 然后我就跟他朋友一起站着 我就老尴尬了 你知道吗 就那种场景 那你想没想过 我当时多尴尬呀 我都跟大家说好了 我说得跟我女朋友一起唱一个 情歌对唱给大家 然后结果呢 歌点了 人家不唱 我自己在那儿 我尴尬不尴尬呀 你给没给我我面子 我在我那么多朋友面前 那我还不走 我待在那儿干什么呀 丢人呢 那你也不能就把我自己 一人扔那儿呀 我多难受啊 行 我的错 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 好吧 我挺好奇的啊 因为前面小片说到最后的时候 你们要毕业了 对吧 对 毕业以后 现在出现了很多问题 这部分的问题是什么呢 其实我家里边 一直都是不同意 我俩在一起的 为什么 因为她家是东北的嘛 离我家太远了 我妈呢 就形成着 以后让我找一个 离家近一点的 就是男朋友 然后看我也都方便 然后另一方面 就是她这么 天天这么管着我 我就觉得太累了 我现在就已经 感觉是她的附属品了 你知道吗 就是说她让我做什么 我就得去做什么 你们俩毕业到底怎么规划呀 学校在哪儿啊 学校在武汉 现在因为目前 实习单位都已经找好了嘛 现在武汉安顿一下 我觉得我作为一个男神 我是挺要强的那种 我就觉得我会在外地 去打拼出 属于我自己的一片天地 你怎么想的 我现在就真的挺难的 我觉得 一方面就是说 我对她的感情 这四年的感情 也不是说白谈的 然后一方面 就是我妈 逼我跟她分手 然后她还这么对我 就是说 哎呀 我觉得 其实你妈考虑的那些问题 都能够解决 咱们还年轻 利用年轻的时光 先在外打拼个几年 等到有一定的实力的时候 咱东北置半个家 山东置半个家 一年 这儿待两个季度 那儿待两个季度 那多好啊 马上要毕业了 其实面临人生 一个挺重要的转折 小伙子 沉下来吧 好好听听她的心声 好不好 好 老师们你们怎么看呢 我们一起进入 秋比特问卷 小伙子 你觉得你的裤腿 玩起来好看吗 我感觉还行啊 是 因为现在很时髦 这种 玩起来裤腿的这个样子 很时尚 对 但是我要告诉你 一般这样玩起来裤子 都是紧腿的 就是你很勉强地想去 让自己显得更时尚 就像你勉强她一样 她不喜欢穿 那个粉色系的衣服 她不喜欢穿 那个水泥色的打底裤 你认为那好看 你勉强她 你们的感情模式当中 很多时候 都是你在勉强要求她 我不觉得这是大男子主义 我觉得是恃宠而骄 你太宠她了 所以她那叫骄气 骄纵之气 我女朋友就是这样的 听我的呀 我让她干什么 她就得干啊 你不要把别人 对你的宽容和随和 甚至是顺从 变成理所当然 她那么做 是因为喜欢你 但不代表 你有资格这么去要求人家 但是她今天的 所谓的大男子主义 我觉得姑娘 和你有很大的关系 你爱她 爱到放弃了自我 她本来喜欢的你是 你本来的样子 你去变成她想要的样子 她就开始操纵你 摆布你们的感情 而渐渐她觉得 这也不是她要想 得到的东西 于是感情出现了问题 毕业是件大事啊 你准备继续对她 这样顺从下去吗 再考虑考虑吧 反正她如果能改一下的话 改成什么样 我从头到尾 没有听到你对她的要求 改成什么样 就是说以后 我能不能就不要这么 就是让我改变自己了 就是我想活成什么样 就活成什么样 你可以吗 我觉得我可能会把这个 以前的那种方式 可能会注意一下 她的意思是 你不要要求她去做 她不想做的事情 不要再想去改变她 那我不要求我提建议 还是可以的吧 那要求有什么样 其实在很多 无关痛痒的小事上 为什么不能给 对方一些空间呢 她喜欢穿什么 就穿什么呀 她喜欢怎么去生活 就怎么生活 你们把共同毕业之后 未来的人生方向 规划好了 一起努力 干嘛那么计较小事 你如果爱她 就要控制自己的这种 所谓的 你想要怎样 你想要她怎样的想法 给她自己独立的生活空间 这才是爱她的表现 而姑娘 你要是爱她的话 你就要活出自我 因为她本来爱的 就是这个你呀 你天天围着她绕 变成她要求那些 小女生的样子 是她真正喜欢的吗 所以你们恋爱的方式 出了问题 四年了都没有磨合好 马上又面临毕业这样的大事 你们还有多少时间去磨合 但如果小伙子 你能用心去想想 这个女孩她需要什么 而不是你需要什么 我觉得也许还有救 但这时间不多了 看你能不能顿悟了 我就说这些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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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在谈话的时候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就是两个人 陌生人 性格不同 爱好也不同 审美观也不同 他们为什么能够走在一起 他们一定要 在生活当中去找到三个字 认同感 即使你比较高调外向 你爱跳舞 她不喜欢 但是她欣赏你跳舞 所以她喜欢上了你 如果说你在对于她的一些 所谓内敛或者唱歌也不好 你认可 但是你不会强迫她去做 那你就做到了认同她 但在你们俩相处当中 你是不认同她的 直接反映在 你要话语权 你穿什么 你一定要听我的 你这审美不行 你是穿给我看的 你唱歌不好 但是那个情景下 我就是要跟你唱歌 对不对 因为我当时要表达我爱你 但是她不能领情 但你决绝而去 包括马上要毕业了 你明明知道 她的父母不愿意 自己的女儿可能在异地 但是你不能认同 她现在这种感觉 甚至于不能感同身受地 理解她父母的感觉 一味地想 我应该是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规划 但是你的规划 并不是她的 在你们共同的价值观 以及规划 对未来的计划当中 你们都没有认同 到底你喜欢她吗 你喜欢她什么 你既然喜欢她 为什么让她老人做改变 既然喜欢她 为什么她有那么多的毛病 被你看不上 她好笨哪 记不住人名 唱歌也不行 跳舞也不行 穿衣服也不会 你让这个女孩 何去何从 她就没有得到 你认同的那种感觉 她怎么能 毕业之后 还要继续跟你在一起呢 此时呢 我觉得你不要 操之过急 你一定要明确自己 喜欢这女孩什么 如果你宰在身上 你找不到认同点 就你根本不认可她 你得听我的 也就是说她 失去在你心目中的价值了 她哪来的安全感 所以啊 小伙子别着急 慢慢来 此时呢 可以给彼此一些时间 可能会异地一段时间 各自可以有 职业规划的圈子 然后再看 彼此到底爱的对方是什么 有没有在她那些 所有的毛病当中 还能找到这个人 你认可的那些点 那就可以继续 而继续的前提是 你一定要认可她 就这样 好 谢谢 谢谢 切东 当一个男人 在形容自己的女人的评语 是我的女人很听话的时候 那么离这个男人 找别的女人 就不远了 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如果我明明知道 一本书里面的内容是什么 你觉得我还会去翻这本书吗 我不会 对于我来说 没有任何意义 所以在恋爱的情感生活当中 经常出现类似于 像你们这样的情侣 男人爱女人 是以女人的顺从为代价 如果女人一旦不听话 这个男人 就会变成 最不能容人的那个人 而如果你真正地变成 他所想要的样子 你一点吸引力都没有 你变成提线木偶 所以他就一定 会再去找别人去 你们俩之所以能够在一起 无非是一个在舞台之上 做演员 一个在舞台之下 做观众 如果一个演员 把观众当回事 抱一相应的演出和回报 那么观众也会回忆掌声 但如果一个演员 不把观众当回事 那么他们俩在一起 时间也就不长了 你们俩人之间的话 特别像当年 庄子和惠子之间的一句话 惠子对庄子说 子非于安之于之乐 庄子反过来问惠子说 子非我安之我不之于之乐 你不就是在说这种话吗 你在跟他说 你为什么要控制我呢 你不是我 你怎么知道我的快乐 他反过来问你 你不是我 你怎么知道 我不知道你的快乐呢 每一句话 其实男生都在狡辩 其实爱一个人 其实很简单 他怎么高兴 你让他做就是了 你爱一个人 难道不就是让他高兴吗 你不光不让别人高兴 还要告诉对方 你怎么知道 我这不是为了你好呢 我不喜欢 这就是硬道理 你还要非跟他说 我是为了你好 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 你就是太把自己当回事 太把别人不当回事 他就像你身后的一条尾巴一样 慢慢地跟着你 你走到哪 他就必须跟到哪 但是你要知道 这条尾巴其实也是你的幸福 因为只有他天天跟着你 也许你在很多人面前 跳舞特别帅 但那些人只会欣赏你帅 却不会跟你在一起 更不会忍受你 只有这条尾巴 不光欣赏你 还会忍受你 所以你差不多就得了 其实不管你是改也好 他是不改也好 我对于你们俩 都不抱一希望 你们彼此之间 其实就是在最开始 崇拜与被崇拜的关系在一起 但是男女之间 不光是女生 要对男人有崇拜感 男人对女生 也要有欣赏 一个人不懂得欣赏你 做什么都是徒劳的 他不懂得欣赏你 所以他要改变你 那既然要改变你 你不如找一个 你心目当中喜欢的 这种类型就可以了 你好好想起 你有没有尝试着 去理解过这个女人 没有的话就算了 找一个懂得欣赏她 和疼爱她的男人去 我不看好你们了 就对 咋了 听平衡老师说 说了这么多 反正我觉得可能 确实是我做的 有一些不对 有一些不恰的 可能应该 似乎好好反思一下吧 女生呢 没什么想说的 老师说的都挺好 这么多年的委屈 说出来了 这个就教一个浅道理吧 最最简单的道理 就在这个问题上 爸妈的话 当句话题 他们一定是有道理 这个好像年轻人 都听不进去 还有我告诉你一个 也浅显的道理 其实一个人在哪啊 你是国内还是国外 哪个城市 只要你有本事 都行 来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 直到刚才 当我感受到 你即将要离开 我的那一瞬间 当我意识到 可能我即将 就要失去你的时候 我才发现 我原来内心 是多么的不舍 我是多希望 就能跟你 好好在一起 可能确实是我错了 你说 我做了一切 我都会心里的去改 我希望你能看到 一个不一样的我 在今后的日子里 我会对你 不再去做 太多过分的那些要求 我爱你 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谢谢两位 请回 来 请关门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大家登陆 优酷土豆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乐视网 PPTV 距离爱奇艺 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 接下来看看 女生的选择 是怎样的吧 请开门 药宝是伊贝师 伊贝师防扇霜 提醒您 精彩 精彩节目 马上开始 请开门 你猜 哈哈哈哈 好好的就行了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 本节目的礼品是由 保湿护护领先品牌 伊贝师 要保湿伊贝师 伊贝师防晒霜提供的 我们来见证 属于他们自己的浪漫吧 请见证各位 欢迎订阅